我国经济虽然因为通货膨胀而波动 不过首相拿杜斯里斯曼沙比里却坚称 根据政府收集到的数据 各行各业正走在复苏的道路 整体经济稳健回谈 是的不过首相也说 居心颇测者选择视而不见 他炮轰这些不负责任的团体 刻意地引导国人互信经济走下坡 还举办各种抗议集会 试图挑起人民的怒火 将问题都怪罪在当今政府头上 制作为抗议集会 例如蜂蜜蜜蜜 等其他想要说 经济更均匀 在这些拼命的国家 毕斯曼今天出席我国女新闻 从业园协会的活动时 呼吁传媒加入辟谣行列 别让有心人诋毁政府的轨迹得逞 他引用国行上个星期的数据说明 我国经济成长在今年第二季 取得8.9%的娇人成绩 贸易总额同样值得鼓舞 在去年首度超越2兆令吉水平 首先还说我国的批发和零售贸易 今年5月飙升到了1298亿令吉 刷新2013年以来的最高销售记录 以斯曼重申种种利好因素证明 我国经济潜力十足 因此两个月后提成的 明年度财政预算案 将更专注在提升人民福祉 中文字幕提升人民福祉 首造成全国批发